接下來關心臺北市 今年上半年 二十小時內死亡的交通事故 增加數是六度最多 而且死者多為高齡長者 而其中又以萬華區 大同區和中山區 等四處的路口 發生三件最多 而市警局交通大隊分析 高齡長者因為守法的觀念薄弱 行動不變等因素 屬於高風險防治對象 將針對事故熱點加強執法 增加健警率 即使不是上班日 臺北市民全東路與建國北路口的車潮 依舊不間斷 再加上一旁是榮興花園 不少長者運動買菜都會經過 也讓此處成為發生最多高齡者 死亡交通事故的路口之一 根據北市警局交通大隊統計 今年一月至六月的二十四小時內 死亡交通事故共四十三件 交去年同期增加十七件 高齡者佔二十五人 而高齡行員事故在萬華區新原路與桂林路口 大同區重慶北路與明泉溪路口 中山區武昌街與龍江路口 以及明泉東路與建國北路口 各發生散減最多 時間大多在上午 及下午的五點到七點 跟你講這邊這個禮拜兩次車禍 學校有很多家長來帶孩子回家 所以摩托車車子也是在上下課的時候 比較多 交通大隊指出高齡死亡行員中 自身有違規行為者比例達到百分之八十七點五 研判多數長者對交通法規守法觀念較薄弱 潛移身體能力退化警覺性低 屬於高風險防治對象 交通大隊強調將在事故熱點加強執法取締 提高陷阱率並多加宣傳 以及會同交通局強化改善 耗制與路行規劃 避免事故一再發生 潛移身 陳昌維 台北報導